現在 到後禮拜了 我們要交票 全部到一禮拜 我們全部到一禮拜 我們要來跟台灣人說 剛才過一四年 生的日子過得很不好 大家說清楚了 那是怎麼日子過得很不好 因為 我們的所得到退 我們的體負差距過大 我們的消費 資源分配不公平 我們也覺得 到台灣人就不住 要不住就不住 這個官的進步 這個官的進步 現在 有一個台灣人的共識 就是這個政府 真的很普通的來做家的 來看看 這幾年來 我們的台灣 每一件事情都在倒退 我們的所得 已經倒退到十三年前的水準 我們的資資沒有成長的空間 而我們的年輕人 出社會的視頻 越來越少 有很多人都在找不到空間 也很多人 懷疑說 現在的空間 不知道還可以做這件事 年輕人都不敢結婚 因為 收入不穩定 不敢信念 因為生的運氣 成本太高 花費太多 而我們的中年人 懷疑說 是不是會中年事業 懷疑說 自己的 怎麼講 兒子 是不是會有一個未來 也懷疑說 他的爸爸媽媽 年紀大了 還有人可以跟著我 我們的老老老老 懷疑說 老老老老老也能跟著我 也懷疑說 我們在台灣的將來 我們的下一代的將來 要何去何從 我們的台灣 是充滿了焦慮 充滿了不安心的 說較好 我們要下一個決心 我們已經坐在家裡焦慮不安 到處我們衝衝展出來 大聲地說 我們要給我建復了好嗎 我們要說很會煩惱的事情 我們要給我建議